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条院呢叫系念果随院 也叫做三僧果随院 或者叫不同的院名 然后他的问题什么呢 他说我讲到的系念我国或者系念彼国 为心中还不十分坚定 经文法就说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系念两个字代表不坚定吗 他不同意 他底下呢引证了一大堆 佛光大词典当中提到系念 是讲心细于一处而不思其他之意 据达波罗密多经卷三百二九 驻空闲处系念思维先锁修行 加上观经有谈到三处系念 如当系念地观彼国今夜成者 乳籍众生应当专心系念一处 想于西方应当一心系念地观彼佛 这些解释似乎系念是代表 都不代表不坚定的意思 那么师父您是从哪一方面知道 系念是表示不坚定呢 谢谢你们法治这样的提问 中国字啊 王王一字以多寒的意思 你就赢了三百条系念代表坚定 我仍然说系念这里是指不坚定 系念如果说以字面来讲 还是应该是比较坚定的了 就是说搞个绳子 把那捆住 系码就捆那个地方 那不挺好吗 但一般的讲这个系念 就有潜有生 就是如果就我们 我们为什么说这 为什么说这里是不太坚定的 如果是坚定的话 那么他已经是成为 十九院和十八院之机了 就已经往生决定了 那么你这一条院 就不能成为是当 他就当妓院了 就不能成为妓院院 就没有所谓的三生裹碎 也就是第一生 他文我名号系念我国 他是听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也知道一期的世界 也想一想而已 系念过 想一想 但如果是坚定的刻念院生 那当然就是十八院 十九院之机了 那何必来到第二十院呢 所以以此反推 他这样的系念 就这个人来说 他是不坚定的 就是或念或不念 续念不相续 虽有系念 系念不相续 甚至可能是不求愿望生的 甚至呢 是想这个发财的 想这个得人天国报的 那不说系念我国吗 系念我国 这是文奇名号 名号本身 他的法体的本身 趋向的内容 是向往极致世界的 就是他本人到底怎么样 他真说不定 这是接元院 金门法师又来问 即十九讲 您谈到愿生必生的时候说 不是故愿故行 是愿中必定有行 就愿和行的关系 这句话 是不是能力解为 愿生极乐之人 一定会念佛 那么这里面 可见到他的思维的话 又是把愿生和念佛 他一定又分割了 又明显的分割 这个地方尤其不能明显分割 希望大家思维 一定要归根 我们说愿生必生 所以愿往生者 皆得往生 这个愿生必生的愿 他的生起 愿生是以名号为体 所以文奇名号 信心欢喜 至心回向 愿生必国 你为什么会愿生必国 是以文朔 那么阿弥陀佛 所以愿生心本身 是以名号为体 那么名号为体 名号本身就是行法 就是行体 所以在你愿生心 一念生起的时候 在这个当下 是愿行具足的 你就是没有再念佛出来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愿生心 它是以名号为体 所以名号所有的功德 在这一念愿生当中 完全拥有 这就是愿行具足 这就是愿行具足 这就是呢 非别是义 不是说我要先发愿 再念佛 再拥有功德 那就是别是义了 当下这一念 所有功德 完全在之内 你有开口 没有开口 那完全 因为你的愿心 是以名号为体的 如果你是以自己的 定散二善 为体 那你这个可能就是 这就有问题了 所以究竟说起来 任何人 他愿生即日事业 都是以名号为体 只是他有力自觉 没有阿弥陀佛名号 没有阿弥陀佛成佛 你往哪愿往生啊 所以你愿往生的 根本是名号为体 但是呢 他自己不自觉 他说哎呀 我修行定善 我修行散善 我这样的回向 修往生吧 这就是障碍住了 所以我们说 愿行一体的名号 这六字名号 上海大师怎么解释 南无者即时 就是归命 亦是发源回向之意 阿弥陀佛即时其行 以思一顾 必得往生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本身 就是愿行 俱足愿行一体的 还是就算一个人愿生 但是不念佛 也能往生 愿生 但是不念佛 这个是一个叫伪命题 或者说不存在情况 他愿生 没有口中 没有念 或者口中 没有念出这句佛号出来 他愿生的当下 如果愿生以名号为题 愿生的当下 就是念佛 他不然 他干嘛愿生西方基的世界 他愿生就是念佛 他只是 或者是哑巴 或者是感冒 或者是这个喉咙 或者是临终 他没有发出 这个念佛的声音出来 你不能说念佛 但不念 愿生 但不念佛 愿生 当下就是念佛 哪里但不念佛 没有这个但 还有说 只要这个人愿生极乐 阿弥陀佛就送功德给他 就算没念佛也没关系 这里又说就算没念佛 这就没有这个问题 这问题不存在 只要这个人愿生极乐 阿弥陀佛 不是送功德给他 他当下 圆满 拥有这些功德 当下具足 没有什么送不送的问题 世修将领摊道 这并不是说念佛 不可以修定善散善 而是定善散善的修行 要归于一向专称的 莫弥陀佛 不过我觉得 进门法有时候 是带别人问的 我能看得出来 他怕人家不清楚 然后一定要把他问出来 让你讲个明白一点 请问师父 的意思是说 一向专称的人 还会定善回向吗 定善回向 又怎么可以成为 一向专称呢 一向专称的人 肯定不会定善回向 这是定下来的 或者 师父您的意思是说 一向专称的人 随缘修善 并非做往生回向之意 像法院商人 全己所说的 问 霍言 念佛以外之余善 非往生之业故 不可修之 然乎 譬如人行道上 主人宜人 随从甚多 往生业之中 念佛者主人也 余善者随从也 不可因随从之余善 而闲之 这个法院商人的回答 特别好 是这个意思 我所说的就是 法院商人的 这个意思 它什么意思呢 就像人在道上走路 那么主人是一个人 后边随从于大帮 如果这个道 就是我们到西方 往生成佛的菩提道 在菩提道上走呢 念佛是主人 余善呢 就是随从 那我们可能会 我们会念佛 我们也会呢 去放生 也会布施 也会建寺院 做功德 但这些呢 都不是以 他个人的单独名义 来出现 就是我们 这是一队人马 是一个主人 然后这些人 都服从于他 都跟他一道走 并不说 这几个人互相之间 不卖账 你不认为 我不认你 你是一个主 我是一个主 那就完了 就是我们虽然念佛的人 一向专修念佛的人 虽然行万善 他是有一个归宗的 都归到一个主人这边 就是一个口径 一条队伍 如果不是专修念佛的人 他说念佛是一个人 然后呢 又插出一个 张三一个队 他互相之间 就是乌合之众 然后呢 定善是一个人 散善是一个人 什么那是一个人 互相之间 你不卖我账 我不卖你账 不是那样 咱们念佛就是一条心 一个队伍 所以这样 他说不可因 随从之于善而闲之 就是我们念佛的人 如果能行善 那当然 主人的前面走 随从一大队 越多越好 你能行善 那万善其行 那当然 好啊 黑龙江的千叶百年问 实相为众生性德 名号为如来修德 判三经实相为体 还是名号为体 演成后来两大不同的进度教系 这最后一句 演成后来两大不同的进度教系 是指什么 是唐上大师说的 还是上上大师说的 还是上上大师以后 哪个主持人说的 对不起 这是本人说的 不是哪个主持人说的 小人物 这是个事实 现在的进度宗 不是两大戏吗 一个就是善导这一派的 就我们讲的 佛明号为经体 一个就是天台这一派 你看读书 他都判识相为体 这是两大教系